真正的修行 阿迪亚相提访谈 塔米说 你的禅秀老师是阿维尤斯蒂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阿迪亚回答 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 他是从几个上世纪 从日本过来的禅宗老师那里受训的 主要是安古禅师和前脚伯雄禅师 在前来美国的禅师的第一波浪潮中 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 因为那时日本的禅宗 已经比较成熟和不及 人们去寺庙里就像去教堂一样 人们会说 今天是星期天 让我们去寺庙禅修吧 所以这些早期来到美国的禅宗老师 正在寻找新兴血液 想要寻找认真投入的人 当然 当我们自己真正开悟了 我们就会被召唤去传法 我们同样想去教那些真正认真投入的人 那个时候 美国几乎没有禅修的寺院 所以有近四十个人 为了禅修 而挤在我的老师 在北加利福尼亚的屋子里 人们在草坪等地方 凑合着过夜 过了一段时间 我老师的老师对他说 现在我不用过来了 就由你来教他们吧 事情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传法的仪式 我的老师非常清楚 他没有感到自己被遗弃了 那时他的年纪也不轻了 还抚养着五个孩子 可他意识到 虽然禅宗可以走传统道路 但却不是必要的 他对此也不感兴趣 他就在自己的屋子里教学 并且从来不去做广告 一开始 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 他会在客厅里 铺上几个坐垫 然后一个人坐禅 一年半载都没有人过来 每周他都会铺好坐垫 准备好讲话的内容 他只是那么坐着 没有人会过来 当然 你不做广告 谁会过来呢 但是 他就是 这么全身心地 一直坚持 一年半之后 过来了一个人 他就跟那个人 每周一次 又坐了一年 后来 另一个人过来了 并开始不断 有人过来 他从未刻意让别人知道自己 甚至也从未真正将自己看成老师 他是一个极为谦逊的人 在那个时候 禅宗在美国 开始渐渐为人所知 像我这样的人 也渐渐被僧袍 寺院 仪式等事物所吸引 就是 这个穿着普通衣服的小老胎 在房子的后门处 欢迎你 进入他的客厅就坐 从外表来看 他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 事实上 我不觉得 我能够真正理解 他所传授的东西 直到后来 他建议 我去一座寺院 进行一次 长时间的闭关修行 那是我第一次 去静修营 当我从那个 相当严格的静修营回来时 我深受冲击 我想 我的天哪 这里有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呀 不可思议 在这个小老太的客厅 和厨房里 同样充满着法性 或许 比我参加的 那个静修营 有着更多的法性 这种感受 我不能 很好地表达出来 但他 确实 令我感到震惊 他是 如此谦逊 我认为 绝大多数人 都因此 而错过了他 他们 错过了他 错过了 他所试的 还错过了 他所 传授的东西 是 比我还错过了 说 worried 我还错过了 这种感觉 您的 并非 反正 我 确实 好 我 会